各位早 我是金科Steven 今天介绍的这张卡叫做Temperature Log Smart Card 这张可以侦测你的温度的一个卡片 作为物流的运用一个物流液的 里面的低温和冷藏的一个管控的卡片 简单的示范一下 这里有一个NSP的APP 这个简单的APP 这是官方的 打开之后 你看看 这是它目前的温度 32.8度 现在这个卡片卡过去的话 它就会秀出你的温度 30.6、30.7、30.8、31 这是现在即时的温度 这是即时的温度 你可以设定这个曲线 曲线 这个是APP 里面到时候可以自己去玩 现在可以你的 可以-30度到40度 可以侦测多久 去读一次 去读一次 或是读到美定的时候 可以去shutdown 这个可以去设定 那目前我们这个卡片的话 之前有721笔的资料 721笔的资料 在里面 把它架出来 架出来 那它会储存在你的手机的 在这里 它也是一个以色谈 我先把它拿开 那我们在721笔的资料 它是在这里 在里面它会储存什么时候 这个 第一个档案 这是你的ID的档案 这是你的ID的档案 ID 这一个Tag ID 这个比较不好用 045D 这是他的ID的号码 然后它会储存你的温度 这个当初是2019年的1月30的资料 有没有 25.3 那2019年1月30的3.28分 是-14.6度 然后再看2019年 这个-17.1度 它都可以储存你的这些数据 它可以设定你多久都把它储存起来 然后做成以色谈 然后可以汇出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官方的软体的使用 那你可以回到这个官方的软体里面 你就会看到 这是我的ID 045D 就是刚刚这一张 我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 045D 045D 它温度就会一直在变 30.4 30.5 30.6 目前这个是它的温度 所以这张卡片 它的应用是说 它可以放在物流的里面的一个 整测环境 可以控管你的血液 疫苗 物流液的管理用 所以这个是一个 可以感测到你的温度一张卡片 它可以透过NFC的传输出来 还有用蓝牙 都可以 把这些BL1 把这些直列用BL1丢出来 或者是NFC都可以丢出来 相当方便的一张卡片 大概介绍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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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